我們剛才開一個會結束以後就趕過來出席跟組織這個活動 我們剛才討論兩公約的影子報告 你知道兩公約嗎? 知道,有人知道兩公約 兩公約是重要嗎? 兩公約是兩個國際的人權 兩公約、經濟、社會、王好群、國際公約跟公民政治、國際公約 那兩個公約,國家會有人權報告 然後我們也會寫理智報告 就是告訴國家說你哪些地方是做得不足的 那我們今天找我們討論的 下午討論就是健康權的部分 就focus在健康權 好,我相信他很快就會趕到 好,不過我就先開始做一個引言 那待會我相信立宣會提供給大家非常多的一些訊息 因為,都忘了什麼都是他的研究人體力 我叫孫友蓮,就是今天的主持人 那我是政協會 台灣健康人權行動協會的理事長 那我同時也是另外一個組織 台灣勞工陣線的秘書長 所以也許你們過去可能比較常聽到 我是勞工陣線秘書長的這個頭銜 那但是我一直關心的是 蠻關心健康這個議題 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跟今天要講的東西有關 社會無處不階級 我剛才說我是台灣勞工陣線 必須有地方 台灣勞工陣線 那你聽到嗎? 有了,抱歉 有時候我自動轉軌這樣子 台灣勞工陣線 有人幫我翻譯了 所以我大部分在做 階級的一些關懷跟階級的一些運動 然後在關注台灣勞工陣線 就是關注勞工的權力 對不對? 那勞工跟健康 勞工就是一個階級 勞工跟健康 有沒有關係? 誰會不健康? 這個社經地位 今天這個目標也不見了 社經地位如何決定你的健康? 這個社經地位 你覺得是相對比較優厚的 優渥的社經地位的人比較健康呢? 還是相對社經地位比較 不是那麼優厚的人會比較健康? 聽起來不一定 待會要聽立軒怎麼說 但是很多的研究證明了 當你的社經地位 或者你個人去接近 健康的資源的機會 比較多的時候 你相對會比較健康 包括什麼? 包括你選擇住的環境 你有沒有機會住到比較好的環境? 你有沒有機會 這麼多人? 對不對? 來,你先set up你的禮品 好 你已經感到了 你有沒有機會選擇更好的食物? 對不對? 這個食物的選擇 你有沒有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好了 誰會加班? 學生會加班嗎? 學生會加班就是教育的問題 學生會加班就是教育的問題 我是這樣講 我說台灣的學生是全世界留校最長的學生 留校至少從國小到國中到高中 就是留校最少八小時對不對? 八小時以後是不是下課?下班? 去哪裡? 讀書班? 要讓你們習慣要繼續加班 而且不給台灣費 是不是這樣子? 有沒有心有齊齊焉? 有沒有同感? 因為我沒有在台灣長大 所以我知道 哈哈,開玩笑 好 勞工可能會因為我要獲得我剛剛講的blah blah blah 我可能要獲得更好的居住痕跡 我可能要有機會選擇對我比較健康的食物 我可能要更有機會的去接近 假設我發生任何的風險的時候 我能夠得到保障 所以我就要拼命的累積我的財富 但是我們累積財富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怎麼樣? 努力工作,努力加班 對不對? 好,我就舉個例子 我相信待會立先就會給大家很多很多的經驗 包括說學術上的數字或之類的 你們有沒有看過一種新聞? 公車司機忍痛的把 好,某種程度上 這跟職務、職位 還有跟你的社區地位有關係 公車司機忍痛的把乘客載到安全的地方 自己才安心的躺下 你們通過叫新聞? 有喔 大多多點頭,對不對? 好 通常有一種新聞都會有配稿 什麼叫配稿? 說媒體工作人員就知道都可以搞成什麼 就是記者就要問我 孫友連說 那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說這當然是有問題的 因為怎麼樣? 因為他的社區地位決定了他的健康 第一個,他長期的工作 第二個,他可能因為忙碌的工作而無法獲得更好的健康 例如說飲食不正常 或者是他煙料 或者是他沒辦法讓自己健康 他必須要趕時間、精神壓力 好 另外一個配方是 假設 會訪問到那些乘客的話 乘客一定會喊著類說 喊著類說什麼? 司機很偉大 對不對? 如果有機會問到乘客 乘客一定會說司機很偉大 有看過這樣的新聞 你會真的是很痛的把乘客載到警察局 然後乘客終於安全地下車了 自己才趴在駕駛盤上面 結果這樣撞掉 好 好 這個可以避免嗎? 這個健康對或不健康的事情是可以避免的嗎? 這可以避免的 好,是可以避免的 我常常講說 如果我們是司機的家人 我們不需要一個偉大的家人 是一個人可以回家吃完湯的家人 大家同不同意? 既然同意的 那我們這位協會 我們很努力的想要在各個制度 包括說政策 包括說各項的議題 讓每一個人更有接近健康的機會 更平等的接近健康的機會 所以立軒你準備好了沒? 我現在邀請我的好朋友 鄭立軒 我剛剛跟你學弟在那邊 講說 我跟他在公寓是港匹 就是以前在勞政 然後在台大也是同一屆的 不同系 當然立軒他過去 他現在在政大的開什麼課叫做健康的社會 所以其實這個議題 從社會學的角度去分析 包括我們這個一連串的講座 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從公共衛生 從法律 從人類學等等 今天立軒是用社會學的角度 來跟大家分析有關這個議題 健康不平等 以及說設定地位如何讓你不健康 我們就歡迎鄭立軒 謝謝 好 那個憲傑有學好 不好意思 因為李傑斯蛋 只要有人也蠻厲害 幫我拆這麼久 好 那個 好 那我 我大概就講一下 大概社會學 李現在在 呃 那這個我想聽很多公衛學者 都會做更多的研究跟資料 那我必須老實說 因為我是 教這些課程我以前學過 但我還沒有在這上面做那麼多 在台灣的資料分析 所以我大概 一講一些 我們大概在 學理上 國地上 看得到的一些議題 那 台灣到底有沒有 但我知道的一些事情 可以再給分享 大家也可以過堂課 那這個 其實台灣現在也越來越多學者 在做這些研究 就是健康的社會效應 我們叫健康不平等 因為第一次給我的題目是 無處不階級階級 我就說 我就稍微改一下 那當然原因是說 這個 這個階級的 是其中一塊 很重要的一塊 它不是唯一的一塊 我們在經驗研究上 會發現很多 而且肥地區有很大的變化 這個我等於 我大概今天沒有機會 去看韓各國的資料 但是肥地區有很大的變化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小例子 大概 關於健康健康的反過來 就是看快樂 我們台灣做調查快樂 是錢越多越快樂 可是在日本跟韓國做調查 是地位越高越快樂 他們錢沒有地位那麼重要 我們地位沒有錢重要 好像跟我們的社會生活經驗很接近 對不對 也不是很在意說 你要帶什麼大的公司 如果你是賺很多錢的話 好 不過當然這個 我們就不管 我們就先接下來的 按一下 按一下 那 那 這個是我看了一下 去年的 前年 對不起 去年的還沒整理出來 各地平均餘命 我們大概談健康不平等台灣 談最多的就是區域 但我今天最後不知道 我們要談區域的問題 我們要談有可能的原因 那區域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人口統計最容易顯示出來 我們談健康當然有 非常非常多的各種 我們各種的治療方式 如果再多帶有興趣 我們會後可以談一下 我們大概也不會 進入太多很技術性的細節 不過我大概比較簡單 要講就是 我們當然最容易出示到的 就是 預期平均餘命 預期壽命 那這個當然就會由每一個地方 每個現實會算出來 我們台灣人工統計做的 其實是 相當不錯的 那 所以大家可以看 當然全國在這裡 最高 當然我們知道 女性一定比男性高 那在亞洲 女性跟男性的差距又特別大 原因我們不曉得 這個是不曉得 到現在是個米 大家有很多推論 沒有很完整的證據 這個 但是 但是原則上 女性比男性高 那我們要看的 其實是各區域的差別 所以大家 我們這個限制80 這個圖沒有做得很好 那 這個80 這個 大家可以看 台北市就是 平均大概83 那 女性大概85 86 左右 那男性大概79 80 所以大家可以看這個 那 如果我們大概看一下去 就會發現 這個 大家引起最多的注意 大概就是區域 比如說 台中 台中 又少一些 台中的平均大概接近80 大家可以看 大概差了 大概兩歲 三歲 高雄是幾個多個區域裡面最低的 高雄甚至比全國平均還越低 它的平均大家看差不多78 79左右 但我們如果從一個 長遠的那個歷史角度來看 這也是蠻高的 不過我們看到區域間 所以有個落差的 然後 彰化這個高 因為我不曉得 而屏東就比高雄更低 屏東就比高雄更低 然後呢 台東大概最低 台東跟台北 大概歷年來都會差8歲左右 那 我這裡沒有特別呈現原住民 我大概在做這個時候 有看 原住民大概會比和人少10歲 所以 這一部分原因 不完全是全部原因 因為台東的和人 大概也比 也比台北的少很多 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平均餘命 剛剛我們講 健康 健康本身就是一個 蠻複雜的 要測量的問題 不過我們壽命 是最好測量的 什麼時候 然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明顯的落差 我們在通常會發現 這個在北京 媒體上 開始注意到這個事情 是2009年左右 那 不是 對不起 2004 05 我就注意 那到現在為止 這麼多年其實 大概差距是很固定 那 我們的平均餘命 當然非常穩定的增加 去年稍微減少 但是 但是 但是因為幅度很小 我們要觀察今年的數字才知道 不過大體上來說是這樣 下一張 那這個是天象展示年前 因為我那個圖不太好看 我就想上網找 半天找我比較會看的 這個更 因為我那個沒畫好 所以 因為我找到這個圖 這個天象展示做的 大概兩年前 大概差不多 當時全國平均80 大概這兩年差不多 那這個數字 當然這樣呈現就很清楚 大概兩年前 去年跟前年轉 前年跟大起 2012 我剛剛那個 對不起 那個 我剛剛2014 這在2013左右 1.2年的 那這裡看台東在75 然後 平東花蓮這個數字 這個圖當然會更清楚 我們當然 最高的就是 台北市 那個 天龍果 平均83 所以呢 大概就有平均壽命的差距 然後各位可以留意到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媒體上開始談平均壽命的時候 他第一個會談的是什麼問題 就是醫療資源 有醫療資源不均 這個問題我覺得是有可以去挖的地方 但是 我認為 我認為 這是我的看法 這個問題沒有大家想的這麼嚴重 或說主要因素可能有別的 只是看這裡 我們下一張 給大家看一個地圖 這個是 這個圖對不起 這個這樣呈現就沒有很清楚 各位可以去找 我大概如果會後來 就是在台大地理系 溫在宏老師 他畫的一個 精進健康的圖 因為這個燈光這個關係 反而這個線很多不太清楚 我這比較抱歉 那這個圖在說什麼 這個圖其實說的是說 在這個 他是 大概像綠魚片 他這個圖在畫什麼 他在畫全台灣所有位置 接近醫療資源的時間 而所有綠色的 大概這裡面大概是30分鐘之內 當然我們 這個大家紅色是比較嚴重 紅色黃色比較嚴重 那比較抱歉 我這樣呈現可能 不是很清楚 沒辦法很清楚 這個圖 他畫得非常細 這個網站 大家可以去在 台大健康處境 有一個 網站上有一個健康地圖 陳丹龍老師他們設立的 他們有這個連結 各位如果有興趣 可以在FB上去找這個圖 那我再說一下 大家如果看會發現說 這個 這個好像西半部 我們有一些地方 確實有一些區域 他的醫療資源 非常遠 比如說山區 這個是比較清楚的 或者說南迴縣 其實那有人在 就是 有一位醫師要募款 在南迴這裡 南迴縣這個位置 開醫院 因為這裡確實是最遠的 這個是紅色的 你會發現台灣多數的地方 我們想宜蘭 你說你會想說 什麼雲林啊 還是哪裡 印象中 你在台灣的歸類 會歸類為 然後歸類偏向 大家留很多的 主客班上 可能真的是這樣 屏東 你會發現其實 他接近這個醫療資源的時間 半小時 其實應該算是一個 其實一個 平均來說還不錯的數字 多數字 所以你如果看這個圖 就會發現 確實是有一些區域 就是特別在 原住民的區域 左葉山地鄉 可能有一點因素 可是你如果去看西部的 我們剛剛看到西部這些 縣市的差距 甚至我們講東部好了 花蓮來講 你會發現 花蓮主要的這些層鎮也沒有 也不差 也很近 那當然這個有很多細節 我覺得是 不是不見得說 醫療資源這個問題就不存在 而是我是說 必須很小心去看 比如說我們常看的說法是 我們有 第一個 它有很多科別的差別 這個我覺得是要特別去 額外去注意的 那我們直接以平均來說醫院來講 你常看到一個說法說 我們有多少鄉鎮 沒有什麼什麼醫院 對不對 但是大家去想一個問題 我們的鄉鎮其實不大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衛生署 衛生署 它第一次在畫 台灣醫療資源的 匮乏的鄉鎮的時候 它把林口算進去 它全會拿數字開 就看到林口 大家都嚇呆了對不對 為什麼林口我們知道 醫療資源匯乏的地方 就缺少診所缺少醫院缺少 大家都很吃驚嘛 這個溫溫老師很喜歡講 用這個來講說 你不能觀望鄉鎮去看 有沒有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林口是那個 是因為長庚在歸山嗎 長庚的地址是在桃園縣歸山鄉 所以大家都林口長庚對不對 就隔條街嘛 然後你不用鄉鎮想 林口是沒有醫院的喔 林口幾乎沒有 因為他林口的時候醫療 一定都被長庚吃掉 這個市場是這樣 所以當然我們可以談 我想有人會有很多關於 這樣做是正義的觀念嗎 我們就先不談 很多的今天目的 所以我這裡倒不是說 台灣沒有偏鄉問題 是大家看到鄉鎮數量 什麼鄉鎮沒有 所以要很小心 因為有時候隔壁鄉鎮就有了 所以當然我要講 這裡面可能有科別的差異 有什麼的差異 那我們也可以去思考一些問題 比如說這個 這個當然有一些 我自己沒有在這上做很多研究 大家可以再去想 比如說我們很多時候覺得 沒有醫療資源 是因為我們看的是這些 最好的大醫院 我們是不是所有疾病到大醫院送 這個我想 我想有連他在基層醫療上 做很多這種看法 我們就說其實是不是這樣 我們很多人印象其實是這樣 因為我這要送大醫院 所以我會抱怨說 我沒有這個 但也許有些病真的是這樣 我不會完全否定這件事情 不過如果蔡鎮老師這個圖 你就會發現說 好像至少我們主要的 我們除了少數的這些南迴 或者是這些真正的山地鄉之外 那實際上好像這醫療資源的 這個其實沒有那麼大 那這個其實在很多數字也有出現過 這個 比如在2004年、2005年的時候 當時 陳那波威陳美霞老師 有寫的文章 談這個南北壽命不平等 那時候 後來我2008 我在中山工作的時候 請他去演講 那有很多指標 你都可以看到啊 這些疾病啊什麼什麼 好像很不一樣 但是實際上 病床數反而區域間 稍微大一點區域 如果不用想想看 好像除起來 其實沒有大家想過差那麼大 區域等病床數 那像我之前在高雄 大家都說南北差距 南北差距 但這有很多方面是事實 比如高雄的壽命少那麼多 可是高雄是不缺醫院的 高雄有三家大型的教學醫院 教育醫院等級的醫院 高雄醫學院 教育醫學院 高榮 高雄工種 高雄長哥 那都是非常大規模的 很大醫學中心 醫學中間級的 那所以你當然看台南 你現在去想 台中可能都是台灣各區 那中部來說當然有 有那個 實際 所以 這些當然就是說 我們如果把這些醫院的分布 在醫療體系裡 有很多別的問題 但是 區域間醫院的分布 我覺得它除了在某些特定區域之外 似乎不見得是一個影響 健康差距 就是說這麼重要的因素 雖然我們最容易想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可能就會呼籲政府去投資一些東西 那我基本上覺得這些投資不見得是錯 但是 要很小心 因為可能 事情問題不在這裡 那我們也可以了解很多很多地方 像嘉義 嘉義也有大醫院 嘉義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我們如果看河區域 我們覺得雲嘉南大概是西部 我們認為比較 比較貧困或比較偏遠的 嘉義有長庚 台大有雲林分院 當然 這夠不夠好不好 這個都可以再爭論 但是 我自己要講就是說 光以醫院本身的接近度來說 整體來看 不見得像我們想說平均 也不見得是造成這些事情最核心的原因 這是我自己要想要的 所以大家醫療治療方面 大家可以看這個圖 就是說 這個圖我們當然第一個 其實會想 報紙就會開始談 然後會有很多 很多這些的相關的政策 背套這些東西會出現 然後 然後 可是實際上呢 是不是這個是唯一的因素 最主要因素 這個當然我們在醫療社會學上 就會有很多的討論 下一張 好 那當然我最要講這個東西的 我們剛剛談台灣的這個 不平等的現象 其實這個是一個在今年 去年 去年裡非常 在 假如各位有人 固定在看英文的媒體的話 這是非常大的新聞 這是頭條 這是美國的頭條 很多報紙的頭條新聞 然後美國所有的 我們一般來說 你不知道什麼死亡率幾高 你大概就是在什麼 什麼專業雜誌上看 然後你頂多就相關部會 比如內政部 或者在美國來講 反正就是一些管人口 大概會發布一些數字 每天會有那種 那種newsletter 這種東西 然後專家會去看 那這個新聞呢 是在 這個新聞呢 是非常大的 就包括什麼newsweek 紐約時報道 所有新聞都非常 固定幹地的報導 為什麼呢 我們要講一個 在20世紀的一個很基本的事實 就是說 當然我們這一盤都不平等 20世紀 基本上 絕大多數地區的多數人的壽命 都是只有在改善的 沒有降低的 死亡率只有降低的沒有跌到 非常非常少例外 戰爭這些不講 我們講的沒有戰爭的情況下 沒有重大天然災害的情況下 一般的時間上 死亡率只有降低沒有重大 而且不管是 以看法國家 未看法國家 都是類似的 它只會有一次改善 這個是20世紀以來的常態 有沒有一些例外 有 就是在蘇聯解體的時候 那個俄羅斯 現在俄羅斯他們的男性的 那個預期壽命少了五歲 然後很多人 那也是個非常大的事情 沒有戰爭預期壽命會減少 那當然這有非常多大的討論 那在蘇聯絡至少有一個 社會瓦解嘛 就是說政權的改變 社會的瓦解 然後帶來的 當然很多人提到很多因素 特別是男性 男性是非常嚴重的 那很多人提到很多因素 是包括說 像說 是不是酗酒或什麼 這些當然我自己就不講 那討論非常多 這是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 就是當去年鋼得諾貝爾經理講 Ambus Dieter 他唱的一篇文章 登出來 他發現 Motality Movility Mindline Mindline Why not Hispanic Americans 就是 美國白人 中年白人 的死亡率是增加的 這是非常shock的新聞 因為這種事情是 在20世紀很少發生的事情 第二個 它讓人shock在哪裡 就是白人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黑人的死亡率是比較高 這個在美國也是一個人口學長年的問題 當然黑人還是比較高 但是黑人是一直在改善 那 那黑人的死亡率是一直比白人高 他的預期壽命比白人低 所以在美國的調人 人口啊 健康方面研究 都要一直去問為什麼 這個是他們最回心的問題 那 但是白人的死亡率增加 當然 湊序有很多討論 比如說很多人 人口學家會去看說 到底那個 Eton的這個分析 有沒有忽略這個因素 忽略那個因素 有人認為這個幅度沒有 他講得這麼驚人 等等 這有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這是一個很專業上的詐欺 如果各位有興趣 有興趣的 如果你在這上面專業 人口上專業的話 就有很多專業討論 但是這個基本上 即使是很多人認為 它有誇大這件事情 不是刻意誇大 是統計上的一些方法上的 基本上都統一這件事 就是說 白人男性 美國終點白人男性 他死亡率 他是沒有改善的 而這個本身 就已經是很令人震驚的一件事情 美國的預期照片 現在比台灣少兩歲 當然知道 去年的時候 所以這當然在美國 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美國在 美國的健康一直是在 所謂的先進國家裡面最嚴重 最糟糕的 非常非常糟糕 所以不管從嬰兒死亡率 或者是各種 都是非常糟糕的 那過去當然是在少數民族身上 就是特別在黑人身上 各位如果去 對美國就有點了解 那白人現在是 那這個原因到現在 我們去年發現的 新派很多都猜測 猜測 比如說有人懷疑是 也有人懷疑是 因為醫生開了很多 過去一陣子 美國的醫生開了非常多的 止痛藥 所以很多人上癮 上癮就會後續多了 這是很專業 有人這樣看的 那當然也有一些 不太這樣 不太太重 有人覺得是 吸毒 酗酒 這個行為上的問題 這個特別出現在哪裡 就是說 如果大家對美國 有一點了解就是說 美國很多城鎮 他在整個1970年代 去工業化之後 他很多工廠搬走 可是他可能 一個城 一個鎮 原來整個鎮的人 都是在這個工廠工作 所以這個鎮就 可能長年處在一個 經濟很破敗的狀態 有非常多的區域 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段很多推測 我這一代 現在也沒有很清楚的證據 因為這個是一個 蠻新的現象 各位可以留意這個討論 所以我這樣講 這當然不是說 這個我們大概在 我們剛剛談的 這個死亡的落差等等 這個其實 其實除了台灣之外 台灣當然我們看 兩種區域 但還有原住民 實際上 可能 國際上也有很多這樣的討論 這個是現在非常 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議題 下一張 要重開基 或什麼 所以這個當然 我們要讓 這樣當然 有很多的 例子的醫學的觀點 所以就要看 社會學的觀點 所以我們要講說 階級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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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有一個道理 就是說 學術上大家講究 是一個推論的很正確 我們當然 覺得是講 我們要找到有多 好的概念 跟 好的概念 跟一些 研究方式去分析 這些東西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理想 文章有95年後 這兩位學者 他們都是公衛學者 公衛學者 其實 醫學院理 這個 醫學院理 這個當然一個 他們其實寫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其實當然就是 我清楚要談的概念 所以我們會覺得 我們概念再來看 當然這個 這個健康 我們會談到很多風險因素 健康一定有一些 基因這些 這個大概也是必然的 跟我們的生理因素 是有關的 像基因 癌症 大概都跟很高體力 都跟基因有關 如果你家族有這個病史 到醫院去多一點 你有沒有長輩有什麼病史 然後再來我們就會去談健康行為 等下這個要談的一個概念 那這些有沒有道理 等下這個要講 就是說 我們要把它 耐弄化 什麼意思 他就說 我們等一下可以來看 為什麼它這個 就是說 我們講疾病 疾病有很多社會原因 我剛剛有人給大家舉的一些例子 我們等一下 把它更清楚 他一直有講說 這些社會的因素 它是疾病的一個根本的原因 這個是 那原因 但不是說 今天社會因素 就直接導致疾病 我們推論不會那麼快 但是說 這些會透過很多方式 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第一個當然 你會去 對重要資源 有沒有接觸的資源 那我剛剛談的 我們台灣可能在醫療資源的接近上 相對上 因為我們又有全民健保的關係 可能也許某個層 它沒有那麼嚴重 不過 不過 這個當然還是可以再討論的 它會影響很多 它會透過很多不同的機制 然後 它也會和疾病 今天社會的疾病和疾病之間 會有一些 很持續的關係 所以這個大概 各位如果今天看很多工業期刊 或者甚至在談壽命 大家就會知道 窮人壽命比較短 台東壽命比較短 這些 我們的社會經濟因素 對於健康的影響 是很清楚 這個關係是非常 統計上的關係是非常清楚 那 當然 你可以去追問 就是說 為什麼要講 Fundamental cause 呢? 因為我們在講疾病的時候 大家在想一個 就是說 什麼不是 Fundamental呢? 比如說我們講心臟病 對不對 那我們講心臟病 我們當然會說 因為你的 或者我們講高血壓 你可以找生理上的一些理由 就是血脂肪過高 長期 長期血脂肪過高 然後高血壓 導致重風 你可以找到很多 生理上的 中間的 中介的 但是有很多疾病 它有一些很根本 最最後面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這些機制的變化 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今天假如一個人 車禍過世了 送到醫院去 它死因是什麼? 大出血 對不對?出血過多 可是出血 之前的原因是什麼? 是車禍 你不能用出血去否定它車禍 那車禍你就可以再想下去 什麼是車禍的原因? 車禍的原因可能是 道路設計不良 對不對? 可能是 或者是說 比如說這過勞 過勞 所以它常常騎車 它是在過勞 正常騎車 所以它就 它就發生車禍 或者是酒駕 很多很多因素 所以剛剛我們就可以 後面找一些因素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連過來 所以這叫Fentimental Cost 那你在問 為什麼它會過勞 駕車? 你在往前找 那個原因就是 剛剛有人有提到 你工作的每天公司非常長 你每天機率壓抑非常大 所以你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剛才講 最後最後最後 你會看到有一個 當然這邊一定有一些機率 會有一些別的因素的中介 那我剛才舉的例子 一個人車禍 過世了 所以當然它直接的原因是什麼? 是出血啊 對不對? 是出血過多啊 可是我們往回找 最根本的 有一種多社會的原因是 它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呢 這個是 這一個很重要的宣言 這個Fentimental 現在還在 他在哥倫比亞的醫學院 所以 既然當作的觀點 一開始是社會學家 在挺現在美國 或國外的 大概整個醫學院 也接受越來越多這樣的觀點 舉個例來說 像在美國 美國醫學院的學識後 所以他們入學裡面 入學的科目 看的科目裡面 除了傳統的生物啊 這些科學的東西之外 他們最近也越來越多 把社會科學放進去考慮 為什麼? 因為你考慮疾病啊 你考慮這個 其實整個社會因素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大的 也是我們將來今天的主題 下一個 好 好 那這個當然 我這個是從學術的角度看 就是說 這幾年 當然是我 我是留學美國人 所以這是美國的小一點 其中小的研究 我覺得做的還不夠多 其實這是一個需要 再去改變 不過 我之前要講 就是說 這個 每個答案就是叫 NORS ARS 或是S 這個答錯 就是 它有一個叫年度回顧 它有一個期刊 這個期刊是專門做文件回顧的 不過在做研究生 NORS肯定是蠻好的 入手的點 過去十年 它有非常多回顧關鍵卡 這個我暫時要講說 這些題目是 現在在國外的學界 也會 越來越重視 健康的 跟社會的關係 不只醫學院裡面 我們等一下 醫學院裡面 可能已經多一些重視 我們在 也看到很多的 那這個是我整理起來 過去幾年的 就是在這個期刊上 它每年會回顧 它每年會回顧一些主題 那出現了跟健康有關的 有關的東西 當然包括外相 種族主義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美國期刊 但在美國來講 主要是 他們健康負面肯最核心的一塊 因為黑人比 很顯著的比 這個大概從二十世紀初 就知道黑人比 本來是卵比 到現在都是 那這個原因 當然就有很多 好論 然後那個監獄跟 做老闆健康 健康照顧系統 然後這當然很有趣 這我不是特別懂 但是最近已經有所謂 AP Genetics 就是關於基因的一些過程 對 因為我不懂 我沒有 那個 就知道我不是特別懂 但這個是一個現在新興的議題 就是說我們基因的作用 可能跟很多環境有關 那這些環境跟社會因素 我們就可以連到很多社會因素 好 我只理解到這個 那到底這個 但各位可以留意 如果在座比較年輕的同學 如果你們 比如說你們希望了解一下 未來的學術 知識發展 會有什麼東西 這塊的AP Genetics Genetics 它絕對是一個 橫跨生物跟社會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中間的臨界點 就是前兩集的文章 美國的自殺 然後這個再像 社會關係與健康行為 然後性別 那健康行為的差異 然後死亡率的差異 網絡與健康等等 但過去幾年就有這麼多 這個只是在統計說 這一個期刊 這個大概蠻重要的一個 文獻回顧期刊 它過去幾年內出現 關於健康的議題 那我這個並沒有討 我還沒有包括很多別的 檢討討 回顧別的議題的時候 它也把健康放棄 它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這次當然就是 就是給大家看就是說 這個議題現在受到非常大的 在國際上的重視 到下一步 好 那我們再次回來來談 就是社會因素 我們現在知道什麼 為什麼我要講社會經濟地位 階級一致裡面很快沒錯 因為我們很多人知道 那我們來談到就是說 Fundamental cost 這個概念 那我們再覺得哪些因素 這因素大概看起來老生長在 就是說基本的社會因素都會很危險 我們等一下會再仔細談 就是說 我們現在知道大概 目前的證據來說是怎麼影響 比如教育 教育影響很大 教育影響很大 教育的健康影響很大 社會經濟的 那我們這三個合起來叫 社會經濟地位 這個是一個 通稱的SES 社會經濟地位 社會經濟地位 收入跟職業地位 當然我們知道 地位會影響收入 可是他們不是絕對相控的 有的工作社會地位很高 收入沒有特別高 那大學教授就是 我們在做所有職業聲望 我們做職業聲望裡面 大學教授聲望 幾乎都是整個牌裡面最高的 而大學教授的收入 比如說在職業聲望裡面 大學教授的聲望 通常和CEO差不多 那收入大概差很多 所以這個當然 這個在全世界都有這種現象 就是說我們的職業地位 當然有非常多 學體上非常多不同的測量方法 這些我們在這裡就不多談 那比如你怎麼衡量職業地位 你要用階級、職業聲望、階層 你有很多的方式 社會選擇 但收入最直接 你有多少的現金收入 那現在當然也有很多人在談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特別在美國討論種子之間差別的時候 他們發現 黑人即使收入跟白人一樣的時候 他死亡率還是比較高 那後來我們在談是不是後面還有 那我們談收入會不會露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可是那東西非常難很量 叫資產 我現在講這時候我先舉一個 曾經過去幾年前發生過一個 很有趣的例子 我們知道現在利息很低 所以曾經有人去 但我覺得那就是一個濫用 他去申請低收入補助 但他的年收好像不到20萬 20萬左右 可是他那個年收是存款利息 20萬的利息 所以一年間那多少錢 那存多少 大概一千萬 一千萬會得到 一千萬 我怕都不到 對不對 對 那是收入嘛 所以當然這是個極端的例子 後來報紙上有 很多年前 不過當然這個有一些 就是說 這不是最能反應的經濟恐怖 另外當然教育 教育是一個影響很大的 我們現在也可以觀察說 台灣到底這個部分 然後區域城鄉 我們如果講成像 我們剛才談的 我們通常最容易想到就是成像 你會看到一個很標準的說法 比如台北啊 就醫療資源很多啊 然後台東醫療資源很多 這一部分當然是一部分事實 可是我剛剛要去談 它不是全部的事實 種族族權 我們講到原住民特別低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獸 原住民的 尤其是原住民男性的預期獸命 大概會比 看的人 我看的去年土地大概少八歲左右 所以這個是 然後家庭背景 我們現在講的是你個人 有一些是你上一代 這個當然出來又有很多 然後你的社區社會網絡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去談 那就是說這些社會因素 特別是社會經濟地位 這個是不只是觀念上 而且我們實際的研究上 是有發現很多證據 跟這些是有關的 我們的健康跟這些東西有關 那我們當然講這些有關 當然有連結大家很多 很生動的例子 我們可以來想說 你的工作 我們再問大家一個問題 在座的有誰去 主要你感冒看醫生的時候 你會打針的 你會選擇打針 有人用嗎 但大部分的沒有對不對 大部分應該看過感冒吧 應該沒有人這麼健康 那現在連感冒都沒看過 好 那我們可以去想就是說 所以醫生通常感冒會叫什麼 多喝水多休息 對不對 然後開個藥讓你症狀藥 讓你反解一下 那大家知道有很多地區的醫生 會直接幫你打針的 才會幫你打針的 才會幫你打針的 嗯 有 為什麼 比較貴啊 嗯 打醫生比較貴 不是有 因為病人也要打針 為什麼 因為比較快 比較快好 為什麼比較快 明天要工作啊 明天要工作啊 明天會沒錢啊 對不對 那這個 這個 我有同學剛好在鄉下當醫生 我跟他聊過這個事情 病人對他比較快 所以這個 當然 我覺得你們沒有醫療 常常說這樣做是不是 好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不過我們大家可以去想 這是很實際的 對不對 叫你多喝水多休息 那我就沒辦法休息啊 我沒做就沒錢啊 對不對 我今天沒做 跟工廠請假 我可能全金獎金就沒有 或者很多工作是每天算的 或者剛剛有年剛剛提到的 給大家提到的 你那個司機 我每天的 我如果是嘎這麼緊 我的資源算這麼緊的時候 我怎麼可能在家 我怎麼可能感冒在家 喝水休息 這是什麼可能的事情 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職業地位收入 這些大家有影響 那你當然可以想像 像我們 你如果是一個比較 工作坦率比較大 或者你的收入比較穩定 你不會特別擔心 那你可能就在家休息一天 這些因素 那地理當然跟一些公衛什麼 我們直接給我們管 種族 這個我們等一下可以看 台灣的 我們台灣當然有一些原因 其實也不見得那麼清楚 但是可以去看 下一單 好 所以這個問題呢 我們等一下會仔細談機制 不過這個是一個醫生 他去年來台灣 如果在座有人在這個領域裡 他去陽明演講 特別叫Michael Malamo 那他寫了一本書 他是一個醫生 所以這個在醫學裡面 現在大概越來越多人 給大家注意事實 國外的啦 台灣的 我不是很敢講 那 就是有這個型 有沒有 可能就是像有年 會比較清楚 他叫Status Syndrome 就是說 為什麼社會地面會影響健康 對你的壽命 這個是醫生 他是WHO的 一個小組的招型 所以大家醫學界也開始注意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其實是在很多地區的統計 這種統計上都越來越明顯的事情 我們的健康 我們很多不同類型的疾病 當然不是所有類型的疾病 很多類型 有心臟病 心臟病 高血液 很多疾病裡面會發現 有這個現象 好 下一張 好 這是WHO 他們就有一個Social Determine of Health小組 所以這個剛剛那個 Michael Marmor 他是這個小組的召集人 所以這個是一個WHO裡面也開始談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大概不只是在 我們再開看兩個方向 一個是 社會學界開始在談這個問題 一方面來講 國際上來講 醫學界也開始重視這個問題 可能社會因素會影響非常大 好 那 比如說我在美國念書 我們一個同學專攻這個議題 他這個就是醫生 醫生護士 這種現實在國外很多 台灣比較少 我們比較少這樣的 的現象 國外多一型 像那個 如果大家知道現在 在美國現在世界 那個 韓國人 他也是醫生 但是他也是人類學 所以這一種專業的結合 現在在美國是很常見的 或現在在澳洲都很常見 我們大概少很多 那當然就會到Social Determine 我們就開始關注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議題 他到底會怎麼去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社會的元素 還有營養健康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問一下去 就是說知識的建構 當然不是說 你指出這些趨勢就算了 那要接下來問 到底具體已經或是沒有的機質 可以像這樣 好 所以我們現在找到很多的機質會影響 也就是說 為什麼叫Fundamental Cost 也就是說 它會透過很多方式的影響 那當然這影響 可能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相同 是我們現在在學知識上 所知道的這個問題 好 AP Genetics 這我不懂 可能我會列出很多 我知道很多我現在談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如果有在座生物專業 也許可以反對 我們就幫他走 兒童時期狀況 我們就很多健康的影響 是非常長期的 所以現在大家有很多研究 會回溯到 比如你兒童的時候 最近台大經濟系的 林明仁老師他有研究 是關於虐疾 我們台灣在過去有虐疾 所以有虐疾 你童年得了虐疾 對你的一生有什麼影響 其實影響非常大 它真的影響你後面 非常多你的收入等等等等 然後你後面後續的健康 你如果兒童時候得了虐疾 其實是有點長不高 你有很多很多的後遺症 那兒童時候當然 尤其我們現在在社會比較富裕 也許有些狀況少一些 但是這個在我們做很多 長期的研究上 是可以看到的 是可以看到很多這種健康 比如說你兒童時候 營養比較不好 你某幾年出生 那幾年剛好營養比較差 或是這個區域 當時流行一些疾病 整個營養狀況 風味狀況比較差 然後你在這個裡面成長 然後他對你有很多長期一生的影響 這個現在越來越多人重視 所以就在對兒童的 或者是說你兒童 像美國最近也是 有一個地方出了很大的報 他的那個自然學有簽 所以他很多小孩的那個區域 整個區域的小孩的 那血液簽了過報 那你照顧兒童的時候 可能會影響你一生智力的發展 所以這個影響很大 意外當然在有年 他在公衛他會談到很多 生活環境、職業衛生 這個是我們可以去 這個是影響當然有些相當大的 汙染 我們講汙染 那汙染的區域的顯著 那這個會有一個 所謂選擇的過程 因為你如果可能 你如果可能 我們現在知道說 像有六星周圍的癌症 的比例是在增加的 那你就去問說 今天這跟社會 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可能經濟狀況 比較好就搬走了 所以這個後面的機制是很複雜的 就是說 那生活環境絕對會有影響 雖然生活環境 不一定跟我講的 社會的那些被狀況 但是它有很多 很大的機率會相關的 你會住在一些 污染比較嚴重的環境 通常是這個區域比較弱勢的人 這區域比較弱勢的人 這區域比較弱勢的人 你可以去想嘛 就六星 那六星 比如說王榮慶王榮在他們 他們兩個都過世了 但是你說像王瑞華他們這些 他們會住在麥寮嗎 不可能 你會看所有的化工廠 沒有人會住在自己工廠旁邊 這是一個很清楚的現象 所以呢 這麼環境 然後職業衛生 他們跟你在工廠工作 你特別是在某一些工作 他的職業的 所以他的健康非常大的影響 如果是在工廠裡面的 像噪音啊 或者是你吸的粉塵 這些都很長期的 那你當然就會有一個問題 是說通常誰會來做這些工作 很少是在社會上 你做TTP比較高的 醫療資源的接近跟使用 這個當然 我剛剛談說 台灣可能就不是一個 我認為它是個因素 但它不是很難像大家想的 唯一的因素 不過這當然還是一個 就是你能不能接近 那這個在很多地方都還是會有 你會不會接近一些醫療資源 你能夠 那這個使用當然包括說 空間上的接近 還有就是你有沒有保險 那當然我們沒有權利健保的關係 某一些問題是比較小的 比如如果做事在美國的話 我舉個例子 我每次講的是很多同學都無法相信 美國有一個比例的孕婦 她第一次進醫院就是要生產 所以她中間沒有做一件事情 是絕大多數 幾乎所有台灣孕婦都會做的事情 叫產檢 而且她沒有保險就沒有 這個在美國是很多地區 當然不是所有人 多數人都會去產檢 但是她會有一些社會階層的人 她完全沒辦法去接近 那美國地方要大 所以她可能她沒有車或什麼 她就很難去 這個是有都是經驗證實 都是我們想看出來的 健康行為 這個是一個比較複雜的 我們很容易先虧出健康行為 那這個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 我們說一個人 她有一疾病要酗酒 酗酒是一個健康行為 抽菸是一個健康行為 那還有別的 當然我覺得比較嚴重的 像吸毒 或者是說 我們講不健康的行為 我一直都講說 比如說我們吃的很油 對不對 或者說我剛剛講的 看醫生你該休息不休息 就是健康行為 那這個部分的研究 但是比較複雜一點 不過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看到 這些健康行為 她當然不是孤立的 她不會是孤立的 她後面有一些社會的原因 所以呢 健康行為也是影響 那我們很容易在報章上 看到健康不平等 就開始追出這件事情 有沒有道理 其實多半沒有太多實證 那也有可能 對可能不對 講到雲嘉楠健康問題 就說地下電台賣藥 你到底有沒有看過這種敘述 我沒辦法確定這個敘述的真偽 但是我同樣沒看到任何證據 在證明這件事情 如果假如人家說 那裡很多地下電台 所以老人家都亂把藥 可能對可能不對 我們不知道 但是通常這是一個直覺式的 我們就會說 欸行為對不對 原住民 原住民時候比較短 大家都會說什麼 敘酒 敘酒 那我們的問題是為什麼 對不對 你不是生感 這很多人要找一些基因什麼 什麼 這個其實可能都有點走錯的 我們行為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有沒有道理 有時候有道理 有時候不見 但是 這些行為後面 有沒有什麼樣的因素 比如說 為什麼一直抽菸 或者是這些 敘酒 敘酒其實 可能是反映很多別的 一些社會的因素 所以這個是 大家跟這些關聯是什麼 這個就會是 我們需要去 連接跟大家去分享 再往下 好 最核心 我現在主要談是壓力 這個是在社會學裡面談最多的 他當然不是 所謂社會因素唯一的影響 但是社會學談最多的壓力 這個醫生 如果就會看到 他是他提出壓力的理論 而且在很多的醫學的研究上 還有生物的 包括老鼠 什麼實驗上 都證實的 這個過程很有意思 他這個匈牙力的人 就是說 他其實就是說 他在當學生的時候 他就看大家 在看一些病的時候 他就關注到 他覺得這些病 都有一些共通共鳴的一些因素 大家都沒看到 大家都在看什麼 是壓力的 那他在1950年 這個壓力的理論 大概被證實之後 很多社會學家就開始去 發現了一個 討論健康的連接點 為什麼 因為過去我們只看到現象 我們只知道 某些活靈某些難 我們不是特別可以連接起來 那中間的機制會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如果知道 壓力會影響健康 或者是身心健康 這個是在很多研究都生理 就是說它是一個社會因素 怎麼連接到我們的身體上的健康 身體那個 因為健康畢竟是一個 還是有他身體上的基礎 所以這個 這個模型很簡單 它叫壓力模型 這個在社會學裡 是一個很大的 很多文獻的 那這個模型非常簡單 而且在經驗上做了很多很多的 這種研究 就是說 它的社會因素 我們有很多 其實當然不平等是一個很重要的 但不只不平等 它會帶壓力 然後壓力就會很嚴重 很嚴重的影響身心健康 這個當然我們在經驗上 就把這幾件事情連接起來 我們就把社會連接起來 所以我們待會兒壓力 壓力有很多種影響方式 但是壓力本身 所以它不只是說 欸我該休息都不休息 我每天活著覺得壓力很大的時候 它對我的健康 就是非常長期的影響 就是非常深刻的影響 所以這個大家 所謂壓力模型 叫Stress Model 這個在社會學裡 大概從1980年代 開始就有一些研究 那我的老師 那個中原院是靈良 他就是做這個壓力研究開始 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大概回顧了一下 過去幾年壓力研究 它已經變成是一個非常簡單化研究 它的數量很大 因為它相當程度已經被 它是一個相當程度被證實 而且我們可以在很多不同的細部 當然你問壓力怎麼測量啊 什麼什麼等等 這些就是 就會是 當然學術上的細節 我們就不夠講 所以很簡單的講 我們剛剛談這些社會因素啊 這些不平等也好 它是怎麼連接到這裡 也從錯過壓力的 那我們當然就可以去回想 我剛才舉的這些例子 大家可以回去想說 比如說為什麼 假如你每天張開眼 你就有很多的 你就不 就是你每天都不知道 你在下個月的收入在哪裡 然後你每天光面對的 很多的不同的這種經濟壓力 這個當然就會是很大的影響 所以它不只是說 我今天每天必須工作 所以我會有很多身體上的影響 而是我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壓力 它就給我很多的影響 下一張 所以這個大熱性循環 這個就會變成一個循環 你的弱勢的色經地位 你越弱勢的人 它面臨各種壓力越大 這個是可以去想說 我們大概很多人 這些都是累積的人 就會說 它會是一個累積的不平等的效益 比如來說 我們如果是比較弱勢的人 色經地位比較弱勢的人 它的健康可能比較弱 它是健康表現惡化的 那很多原因 除了壓力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它透過壓力 健康更加 又會讓它更弱勢 我們大家來設想一個狀況 比如一個青少年 青少年 通常也許健康的問題小一點 其實也不健康 我們應該會研究知道 青少年一樣是有什麼壓力問題 壓力跟健康的關係 那如果你回家你就要照顧 我們可以講說 你家裡有一個人生病 你生嚴重的病 需要照顧 對 我們通常在台灣經驗 你可能整個家就被脫下去了 你的工作壓力會更大 對不對 然後呢 你有一個照顧 我們以照顧來講 你有一個需要照顧 那你的色經地位能更弱勢 因為你沒辦法 全力的工作 有你可能工作工作 常常需要接過這個 那你如果講青少年 很可能 別人在讀書 別人要準備考試 他沒有辦法 他要很多的家裡的這些 他家裡的照顧 如果你家裡有兒 健康有問題 而健康有問題這件事情 就會看弱勢的設計 它就變成不斷的 是一個循環的關係 它很容易變成是累積性的循環 所以有時候到後來 你說是哪一個因來的是國 其實有時候看到後來 就不是那麼清楚 比如說你愛這一家人 你很容易看到 他可能就是將有一個人生病 可是這個生病後面 這個可能是有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複雜的過程 那這個當然就會變成一個惡性巡邏 我們今天來談說是家庭或什麼 然後呢 你的這個壓力 我等一下會談說 不只是經濟的壓力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如果家庭叫做 家庭結組 可能我們等會離婚 那我們常常覺得 離婚是個性問題 那部分是 這就是什麼個人選擇 但是離婚跟經濟的壓力 是絕對有關的 這個我們在很多土地上都重視 什麼樣的 台灣現在也是 台灣現在很多 有些多家庭的學者 也發現這個現象 我們過去的理解是 離婚是很多某個時期 真的是這樣的模式 就是說 你會不會是因為現在的 我們覺得說 因為那個 女性教育率比較高 比較自主 所以他可以不用再忍受 或需要忍受這些走路 這部分是事實 可是另外有很大一部分是 今天這些感情關係的破裂 很大部分還是經濟壓力 這個如果在 這個在實證上是 所以現在台灣出現的現象 甚至是 如果你是經濟上弱勢 根本就不結婚了 我們過去想像說 不結婚 我們過去的理解是說 沒有結婚的 沒有生育的 它是一個個人選擇 當然是 就是說女性應該受教育的 地位提高 或者說男性女性都一樣 更崇尚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 那這只是一部分 其實另外我們現在統計上 其實是發現 有很大一塊其實是 我們弱勢社經地位 他根本就不結婚 不會出生家庭 那如果家庭的話壓力非常大 這些壓力會讓他很容易走向 那這個就變成一個循環 不管就上一代下一代來說 那就可能有二性循環 健康當然就在這個二性循環裡面 具有一個很重要的 說中間的一個相互作用 變下一代 那我們當然講壓力有些社會因素 社會因素 那當然我們講階級這些都是其中一塊 但是有別的 比如我們第一個當然重大事件 失業是最常見的 或者你工作上的壓力 你現在沒有工作 照顧保險 那我也講重大事件 有一個事件性的跟長年的 我們在談壓力的時候 那這裡面有很多當然過世 比如說年輕人過世 有一些人都完全不見得完全是 我剛剛講的經濟不扭的 有年輕人過世 你會給你一些stress 甚至是離婚失業 你感情上、家庭上 但我剛剛講一下離婚 離婚可能就跟 你經濟的狀況是有關的 然後失業 我們重大事件 失業是造成健康問題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核心的原因 他帶來的壓力 不只是經濟上的壓力 他也可能常常帶來一整個人的很多 日尊或日性的喪失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一些 在失業的 他會有一些報導 或者是他說失業的人 他其實可能他的 他還會有一陣子 每天好像穿著很整齊出門 告訴說人家還在上班 為什麼他沒辦法去對賣這個很大的反擊 這個不只是家裡被收入的問題 所以這些重大事件 當然就會去促成很多壓力 但我們當然對壓力有很多測量 家裡的一些症狀 它會造成很多憂鬱的狀況 這個其實是你們在經驗上知道的 長年壓力 有一些壓力 它不是突發性事件 可是是長年的 然後它對健康也有長期的影響 我們現在知道 有經濟壓力 我們剛剛談到的階級 經濟壓力就非常大 你如果每天每天你都是在 就是說你的收入不夠 然後你的生活整個都是在 你要應付很多的支出啊開銷 然後你就會一直 那這個若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長久也會很大的壓力 社群的壓力 我最要講的是歧視 這個其實是對於弱勢族群來講的 不管是說 比如說原住民 原住民其實這一塊是有 中原院有一位蔡有越研究 他做的一個民族制研究 是關於達魯夫的精神思緒 我們講好像主流媒體上 你說提到原住民 大概就會是 假如是比較正面的 就會啊什麼 天心樂觀啊什麼 可是其實你會看到他研究 他在社會上受到的歧視的壓力 其實很多會讓他們在很多精神上 會出現很多很緊繃的 人家身體 不管不只是身體健康 心理健康 我們去談說 好像是你酗酒或什麼 其實很多是來自這種的部分 我印象很沉 如果這個 就是說像 有一位這幾年 當然就是眼塞德特巴萊德 林敬臺牧師吧 他自己有提過 他年輕的時候 他就覺得被歧視那種 就是那種 整個人的那種 他後來當然他在宗教中 找到一種瓶頸 可是在那個之前 他出生會每天被歧視 那種 他其實有台南說 但是有信心 所以這個當然在那個 那美國當然就是種族 當然不同地區的人 會不一樣 有很多種種族 我們講族群種族的歧視 譬如黑人那 黑人的 他如果他們本身 他常常出門掛警察 就會被攔下來 他整個社會裡 大家看到被人 然後另外有一個 剛剛比較特殊 我特別點出來 就是後來壓力研究很重視 你會發現 照護者的壓力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如果一個人生病 對 我們現在很多人在談 我們需要長照體系什麼 為什麼 因為照護者的壓力 是一個非常長的 影響健康的因素 很多時候 照護者自己就先垮掉了 為什麼 那壓力非常不大 每天每天 你不能喘息 因為我們會有喘息服務或什麼 照護者的壓力其實是 我們在談這個 quanical 這個思維學在談的時候 常常發現的 常常發現的這個照護者的壓力 不管是疾病也好 老年也好 會有大壓力 然後孤立 孤立感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當然他壓力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不過他學禮散完 我們就把他先放在一起看 因為我覺得 大的概念上接近 你覺得孤立 你覺得被排斥 這個對健康是非常嚴重的影響 並有大概在 有一個在 我覺得在社會學領春市 也是跟我裡面很常看到的研究 幾乎結果都是一致 就是說 特別在老人 如果你要預測一個老人 他的壽命或死亡率 其實是一個最好的指標 都是他有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的 都過世特別快 這個是很多很多研究 都是常年研究正式的 那到197年代開始的 是很多研究 那這個大分 孤立人的孤立感 是 是 人覺得被孤立 這個是很重 這個是對身心健康很大的一個大技能 這個在青少年身上也是 青少年有朋友 對他們的身心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也是很多經驗 台灣也有這樣的經驗研究 那大家比較有趣的是這樣 就是說 雖然我們很多時候 不太希望自我感覺良好 對不對 或者說 不過就是說 有些研究是有發現的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調查的時候 現在調查可以做到很多 就是說 我問你有沒有朋友 我還可以問那個 你說是朋友的人 你有沒有覺得他是朋友 那 那 覺得自己有朋友這件事很重要 就算 就算別人沒覺得他是朋友 他覺得自己有朋友 所以他的心理是 他會有 演出的算不算 蛤 演出好也算不算 也許幾年後可以研究 就是說演出好也會不會 就不會 提升你的心理情況 不曉得 我們現在有一些證據是這個 就是你的認知這個很重要 但不是鼓勵大家就是 自我感覺良好 或者是說 我到底有沒有人說 失控了正向思考 但正向思考有很多 我們過度想要很多 不過我覺得 就身心健康來說 不見得是不愛吃 好 不過孤立是很重要 那這些待遇會交疊 我知道 它不完全是經濟的壓力 但是這些因素之間 會交互累積 這個是我們最常看到的 下一段 好 再次這邊 那我們這樣壓力怎麼辦 其實 當然社會的關係 有一些不平衡本身的消失 另外我們會注意很多的 社區跟社會網絡的影響 就是說社區跟社會網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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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一定程度的 如果你有好的社區跟好的社會網絡 一定會緩解 他在講這些事情 但一定一個程度而已 但我們這些會談到 你的社區跟你的社會網絡 其實會還是會回過頭來 受到低股平衡的社會成績 因為這是教程的 只是說它還是某個程度獨立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講 那比如工具性的資源 一般生活的資源 我們如果來想照顧者的壓力 如果你有 通常譬如我們現在家庭照顧 如果有兄弟姊姊姊 也許就好一點 之類的 我們很多生活的資源 是可以去消費環境的壓力 或者是說經濟的資源 這個是很直接的 這個是很直接的 我們在社會網絡其實是 有很多工具性的協助 這是為什麼網絡很重要 那醫療資源跟資訊 這件事情是 我們其實不只是醫院 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你知道 看到這個情況 你知道該去看醫生了 你會發現 那常常這個是需要資訊 你要去看什麼 看什麼科 對不對 看什麼 那為什麼需要 這個其實是 這個醫療資訊 資源跟資訊 不見得你認識醫生 那認識其實是 認識當然可不可以有差 那即使是一般性的 你有一些不是這個 但是他可以給你一些這方面的資訊 所以這個當然跟教育 跟教育的影響是有關的 但是你如果周邊有人 可以給你這些資源或資訊 那我們常常臉書傳很多健康資訊 那大家真真假假話 但是其實是在 我們在承諾很重要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見得有辦法去 特別對很多弱勢的人 他如果教育程度比較低 或者是 他不見得會知道 他可以怎麼去應對這些事情 比如說你接一個討論病 我們舉一個簡單例子 你要看什麼科科 或該去看什麼醫院 都是一些困難的事情 然後呢 社區環境跟安全 這個是 比我們壓力 我們剛剛那邊有特別談的 我們台灣的問題稍微小一點 那如果有的地區特別像美國 它的社區之間的落差非常大 所以我們也會發現 如果在不安全的社區 犯罪很多的地區 你的壓力痛壓力會很大 你如果這樣想 你每天睡覺的時候 你都擔心有人闖入 你會睡得好嗎? 其實很難睡得好 所以整個社區的環境 還有各種社區環境 就是說社區共同可以出來去 去改善這個環境 這種社區的運作品質會影響健康 這個也是我們在經驗上發現很多證據的 社區運作的品質會影響健康 所以好的社區 他常常自己的平均健康比較好 那這個當然有一部分原因 在工具的上來講就是 他確實是可以去改善很多 這個區域的一些生活品質 那臉帶的都會影響 那情感支持 這個當然就是 情緒上的支持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看到壓力的時候 其實相對上 你有沒有一些社區或是 就是我們常常會發現社區 這些很大的落差 如果這個社區是一個 其實同樣設計異位的社區 這個社區是一個比較 有社區凝聚力的地方 他其實整個在各種情緒 減少孤立情緒上都很重要 你如果 不管是社區一般性的活動 或者是人跟人的 你今天都這個社區都認識你 這種belonging 這種從屬的感覺 那當然會對我們感到 那壓力是有一些防復 然後會增加很多快樂跟信任 這個是也是對於這個社區 那這些都會防復 所以我們剛剛談壓力不平等 那除了說我們很直接的 去解決這些不平等因素之外 其實人跟人的這些 我們落根年代 在我們在社會學看來 是蠻重要可以去緩衝這些事情 所以當然不是說我們就 我們就不去解決它 我們剛剛講的不平等 帶來的這些問題 那另外健康的行為擴散 這個其實是一件很妙的事情 最近很多人關注 因為我們帶有比較多的資料 尤其拜這些 也許未來未很多裝備研究 2007年有一個在 一個社會學家 他同學的醫生 他就發表一個研究 我告訴我們可能有聽過這個研究 他發現你變胖你的朋友 也會跟著變胖 就是健康行為擴散 然後呢 他控制非常多因素 那這個 這個大家是很有趣的事情 後面有多討論 擴散 我們都不要講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們都比較一般的 當然你說就是說 我們在健康的行為 有時候很多運動 絕對有幫助 均衡規矩的飲食 當然會有幫助 比較健康的飲食型態 會有幫助 而這些常常不是個人的抉擇問題 我們很容易是因為身邊的人 大家共同 所以我們的社區 也有很多 這些事非常重要 當然也很多人去談這個 比如說現在會發現像肥胖 其實他真的會有區域上的一個分布 那原因因素很多 那可能有一部分是這些事情 那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的朋友都抽菸 你才會被人家 那如果你的朋友都沒有 都是生活比較健康 沒有人比較健康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研究台 最近比較多 但沒有像壓力這麼清楚 我剛才壓力是很清楚 就是我們剛才已經累積幾十年了 正確 在各國研究上面 是還蠻一致的 壓力又減少 那行為這個就 比較複雜 他跟不平等有沒有關係 其實有 我們會知道某一些不健康的行為 是很容易和社經地位上不平的連結 原因其實還有很多 因為很多的行為 他的社會意義常常發生很大的變化 那一個可能的原因是 很多行為一開始出現的時候 大家並沒有認知他是有健康影響 可是認知到之後 就會開始產生階級 這個是一可能的因素 我舉個例子 健康 我這裡沒有照片 對不起 吸菸 我們現在都知道吸菸不健康 然後很多要談吸菸 大家知道那個煙商早期 美國煙商早期的廣告是針對孕婦 大家現在都想來對不對 孕婦 孕婦收菸 孕婦吸到二手煙 我們都真的 真的廣告 當時剛不知道吸菸那些健康的危害 然後他的廣告就是說 你懷孕壓力很大嗎 就來吸菸 所以當時 我沒有問題 請說 就是那個 台灣那個煙都蠻貴的 那他這樣子的話 比較好 比較有錢 就是比較沒有錢 那他怎麼來吸菸 他吃飯了多少錢 我吃飯了 我吃飯了 可是我吃飯都蠻貴的 看你抽哪一種吧 長壽應該沒有很貴吧 那他這樣子的話 好像固定的 試用最內心地位比較高的人 好像就固定的 所以這是行為 你講這個行為裡面 現在我們研究上 比較疑惑的部分 你覺得 一開始這些行為 假如我們社會大眾 並沒有很清楚 他的健康意涵的時候 他其實是比較平均的 那這樣我覺得的話 社會主要跟健康感覺之間 就好像有 絕對的一些 壓力是清楚的 我們有一些機制 壓力的 然後資源 這些是清楚的 那行為本身是 就有很多因素 影響健康的 那我剛剛講的是 某一些不健康的行為 那我們統計上是 觀念性能 那原因大概 我猜有很多因素 可能跟壓力也有關 這個是一個推測 就是說 我舉個例來說 大家覺得吸菸 大家覺得為什麼 抽菸那有一些是個人喜好 對不對 那你很多時候提醒 我們覺得很多不健康行為 跟這有關 或者你覺得孤立被遜絕 這個是很難的 所以這些當然是有很多的 因果上的一個 關聯性 但我覺得就研究的角度 其實是很多細節 可以講得好 不過我們至少在 現在基本證據上是 就看到了 就是說 它會很容易形成這樣的一個 pattern 但是你說 比如說 吸菸是不是本質上 就和階級有關 其實不進了 但是 但是 但是你會發現 就是說到某個時間點 你會發現 某一些行為會 會聚 特別容易會聚在某一些階層上 那後面的結智 我覺得還是 可能還是要回到壓力 或者是一些因素來看 比如說 為什麼要吃冰檔 大家覺得 自己提神 你就會發現很多事情 我們覺得不健康的行為 是會提神 而提神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工作 所以這個是會有連結的 那 當然它不是一個絕對連結 我意思是說 很多事情確實是 比如說我們講說 他們發現肥胖很多原因 在美國發現肥胖的 跟階級的關係是在於 肥胖是 就是說 它可能只能吃得起罐頭 罐頭是非常 對於肥胖是很嚴重的 它的整個 整個 一般罐頭食物的 那種 我們台灣比較少看到 美國那種 一餐都是一個罐頭的 那種食物 可是大家知道 罐頭早期 在台灣也是一個地位象徵 那如果看開文章 我不是很確定他講對不對 那有這個說法 大家知道有一種 雷肉酸 有一種 如果是台菜裡面的湯 以前那個魷魚 雷肉酸 那爐一定要罐頭 就早期罐頭是很貴的象徵 很貴的東西的象徵 雖然有 那有這個說法 不過我這要講 就是說健康行為 這個比較複雜的 我們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健康行為 常常會經過十段演化之後 我們特別是在 當大家都意識到 它不健康的部分的時候 它為了它 整個階層的東西 會留在一起 好 所以說大的圖像 大概就這樣 就是說壓力是一個很不輕的 那我們有一些緩解的方式 我們可能的社會關係 是會協助我們的健康化 所以有時候 很多人說那個 LINE LINE 我們好像是這樣 就是說 中聯以下用FB 中聯以下用LINE 是有這種感覺的區分 然後LINE就會傳很多 什麼健康資訊 請分享 FB 對 那 那 這個 我們沒有研究這議題 但是人的年代在這裡面都是 這種被關心感 都是蠻重要的 你從屬的地方 都對健康是很多很正面的 但它不能解決掉所有的問題 我們也不能用這個方式去替代 但是它確實是我們在研究上發覺的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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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回來談就是 那我這個對 因為這個 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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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大家持續嗎 這個當然我想這個 這個 並不是告訴大家醫療資源 但我覺得 很細緻 就是說 不能用一些比較太粗粵的方式 說 這個鄉鎮沒有 我們可能要用地理空間 我們現在有很好的技術 地理空間上 比較仔細的去計算 不然你就會發現 我講那個林口沒有醫院那個 不是笑話 那是衛生署 曾經第一次做台灣醫療資源 缺乏鄉鎮 他們就只是非常單純的 把鄉鎮內的醫療院所 拿出來算之後 他竟然跑出林口 那是衛生署 那當時他們也覺得 好 那這個當然是 這個真實發生過 但是他們就是說 並沒有這麼蠢的 就把這個東西推出來 所以他後來去改這個事情 可是大家小時候 用鄉鎮看 我覺得我一直在講 就是說 這個分配可能要比較 從一個動態的角度去思考 那這個缺乏 那我不覺得 這不再是一個議題 但是我覺得 我們很容易 因為一些錯誤的指標 有影響的時候 那個是 對資源的配置 是會有一些誤面的 對 所以這應該持續 但是可能要再去思考 要怎麼做 做什麼 比如說 這個可能 大家有人會 他們的公衛出身 會比我們很清楚 我大概只是 大概談 就是說不是高當的不重要 但是呢 非療面向的這些投入 就是說 我們健康裡面 所牽涉到的這一些關係 比如說 我們談職業衛生 可能不只是 我們談職業的 職業跟人的健康的關係 可能不只是在 那個 我們講的一般的 就是在公眾的環境 你有沒有噪音 你有沒有粉塵 你有沒有一些公安全 這當然重要 但是 還有一些 其實我最要談下來 就是對健康有影響 比如社會安全網 我們可能覺得社會安全網 就只是社會面積 它對健康是有幫助 這個是也是有很多研究 顯示出來 就是說你今天的 就比如說社會安全網 它是可以一部分緩解 我面對的經濟壓力 或者是一些公共服務 公共支出 它是可以去緩解一些 那這些的 這些除了本身 比如說社會正義 或者是特定議題的解決之外 它有非常深遠 對社會總體的 包括健康的影響 這個其實是應該一定會拿下來看的 那社區社會網絡這個部分 當然我們台灣的社會網絡算滿強的 我們在很多統計上 我們的社會孤立是比較平均來講 沒那麼嚴重 但是也是污染力嚴重 這個我們過去看到一些資料上比較少 這大概跟我們過去的生活形態 比較極致主義有關 但是現在其實也有一些發現說 有一些城鎮或者是 我在看到報道性質 所以它不算是嚴謹的證據 但是可能都會看到一些這些現象 不然青少年這樣 我們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比如說這個健康 會連到很多行為上的 比如說像 藥物濫用啊或什麼 我們講說吸毒化去酒 那這些鎮跟這些壓力什麼 各種又有關 又會連結在一起 所以這些社區社會網絡的強化 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我們在處理這個 公共衛生的時候 說我們過去的公共衛生 其實應該是公共健康 我們說衛生 那衛生我們就會想到水溝要輕啊 這大家都沒錯 但是我們講公共健康 所以也許是公共健康 大主要怎麼代表 我們過去都在公共衛生 所以它歷史脈絡 因為當時我們的主要的疾病 是傳染病 所以衛生很重要 現在不是的 現在是各種這些 所以假如這些壓力或什麼 我們如果從公共衛生 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 很多社區社會網絡的強化 那其實可能蠻重要 很多弱勢的淋漓 那你也許是怎麼去強化 它裡面是社區的一些聯繫 會對這些檢查的一些很方便 那不平等的改善 這個當然回到一些很基本的 就是說 我們剛剛談這些 但後面當然有一個 那別人問問這是唯一的原因 我當然不會說這是唯一的原因 健康因素太多了 而且我們講到基因生理有多 行為等這些都是 可是有一塊原因 是我們知道的不平等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大概很明顯的不平等 大概比較弱勢的人 在各種疾病跟死亡率上 都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這一部分來說 整個不平等其實是可以 是應該放進去看 那我們現在能想到的不平等 大部分是醫療資源的不平等 這個當然是重要的議題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 別的也其實會持續 影響我們的健康 所以大致上是 目前大概社會學 在這個議題上的一些 一些發現跟一些看法 那在這裡跟大家討論 那也歡迎大家有任何問題 請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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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說朋友 這個因素 我問說臉書的好友 是不是朋友 因為有一次不小心 我真的胃痛 我說我胃痛 結果15分鐘裡面 有200多個按讚 就找到戲 好 請問臉書的好友 那應該不 下面說老師請保重 那個人是好朋友 開玩笑 不過他其實 剛剛提到幾個面向的問題 包括說 畢竟剛剛講的一個事情 美國 因為美國的 嬰兒 嬰兒死亡病 比台灣很棒 對不對 嬰兒死亡病 對不對 預理重點 OK 跟他剛剛講的一個連結 譬如說 第一次進醫院就是生產 所以有關係 所以台灣的醫療的最部分 健保的解決了平等的問題 其實對於 當然對於改善整個健康平等的問題 是有很大的因素 不過美國當然是我們 在做很多研究的時候 的一個參考的一句 我曾經在一個國際會議上 有一個美國人 跟一個加拿大人 肉眼看得出來嗎 美國跟加拿大人 肉眼看得出來嗎 那麼加拿大人怎麼介紹到自己 你知道嗎 所以先生 我是加拿大人 當然他是美國人 我有錢 你這保的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我自己在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很多的線索 比如說 在講醫療資源的接近 我在一次全國性的一個藥證 就是決定藥的政策的一個 會議上面去發表我的一些看法 我就引著美國的一個黑人講的一個 然後說這顆藥不吃我骨頭痛 吃了我心很痛 這是一個你接近正資源的一個問題 剛剛有提到的 其實有幾個線索 我覺得很重要 跟今天講的有關 盛進地位 包括誰會吃檳榔 好 有一次有一個團體他們在做口腔癌的防治 好 誰會吃檳榔 他們後來發現說 口腦股吃雞 會吃檳榔 好 你們要去哪裡找到口腦股吃雞 然後宣導跟你講說 你們要吃檳榔 休息站 休息站 休息站有兩區 大車停車區 小車停車區 你只要是大車停車區 他一停車 你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沒病人 沒病人 對你健康不好 他說 我沒有保護 我會弄車 我會死 你老闆說 為什麼 我沒有花那麼多時間去工作 我就賺不到這個錢養家活口 所以回過頭來 今天的這個社經定位跟這個議題 包括說 剛剛提到請假的問題 我覺得這部分都是很值得大家去想的 勞基法規定請假 他病假是半薪的 而且真的會扣勸請獎金 而且可能會影響你的考基 所以勞工他可能在理性的決定之下 他沒有辦法好好的休息 他就只好選擇犧牲他的健康 來獲得他的可以的報酬 好 接下來就剛剛給大家來提問 針對今天率先講的 我們來做一些討論 來 第一位了 還有沒有 兩位 三位 四位 好車四位 來 兩位老師好 那那個 剛剛老師提到那個 今天有那個壓力 健康跟那個社經地位的一個惡性循環 其實我想請教的是 假設說 老師那我今天已經發現說 其實我就覺得我已經在這個惡性循環裡面了 那老師有沒有任何實證上的研究呢 比方說可以支持我說 我想要脫離這個惡性循環 我先從哪一步去做成功率會最高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我跟我同輩的很多朋友 包括我自己 我們都在一起講的事情 謝謝老師 如何逃離壓力 好 這是一個大哉問 你好 我想請問講者是說 在你剛剛已經介紹完脈絡跟成因之後 那可不可以換個角度講一下說 在你的研究當中 有沒有在國際上 怎麼樣比較好的模範生 他們是怎麼樣避免這樣的問題的產生 那以他們為標準 來對照台灣的現況 那台灣目前所需要的具體的改革方向是什麼 謝謝 好 你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你剛剛提的那個惡性循環 弱勢的社經紀會 會造成個人家體壓力 然後會造成健康的話 就是可能 比較弱勢的經濟地位的人 他為了生存 他會一直工作超時工作 可是 我覺得這個可能跟 在比較好的社經地位 他還是會有可能超時的工作 因為他責任越大 他可能壓力也會很大 所以這個壓力一樣會造成 他個人跟家庭壓力也會造成他健康的話 所以我覺得 這一點上壓力應該不管是在哪個階級都會造成 說不定還會造成更大的健康的負擔 然後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還是有沒有數據 針對不同社經地位 去看他們的平均壽命 因為我覺得拋開 就是 接觸健康 那種醫療資源 他可能只能到一定的 就是健康的水平 因為我覺得壓力可能還是 第二個主因或是最大的主因 我想問一下這一點 然後還有一個小問題就是 那您是在這方面研究 這麼 就是 後撤的學者 那您現在 覺得自己 快健康嗎 還是快樂嗎 張哲好 就是我想請問說就是 我們都台灣人嘛 那我們是台灣社會 那我們有健康保險 那我們的健保有沒有 打破這個 就是所謂的社經階級 然後讓我們的健康 會不同 那如果健保沒有在這方面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要如何檢測問題 就是如何可以讓我們的階級 對於跟我們健康的關係 能夠縮小差距 讓我們每個人都享有 就是比較好的醫療資源 然後我覺得他剛剛講 就是說 我覺得平常有壓力 可是我覺得富有人也有壓力 那壓力這個方面好像不 就是我承認說壓力可能會 我想簡單可視 好像不再是說 窮人或是富人他們的壓力 就會有大小差別 謝謝 的確富人的壓力已經滿大的 譬如說這兩天有我家航空公司的家族 壓力都很大 OK 第二輪 第二輪再來提問 來 最後請 我這題沒有很透徹 就是在教這個 就是在教這個 那可能 我先回答幾個 就是說 就是有一個說 已經陷入這個 這個惡性循環 那 那有些結構性的 可能又會發到特別的狀況 所以 可能 有一些到我們會訴求 那當然比較多是 集體的訴求的那個 整個制度的這些 這些改善 那如果存在個人上 假如可以做什麼 我覺得大概還是會 從 就從社會學的角度看 社會關係當然是滿重要的 有很多壓力 我們在最早 有壓力這個概念的時候 開始去做一些統計分析 就發現沒有那麼 那麼清楚 那原因是因為有一些 後來他發現是有一些人 他整個社會關係或 社會網絡是有幫他有一些緩解的 所以 可能這個跟人的 當然 這個我 不相當討論 其實這個是不太負責任 我只能說 大概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 其實在很多的地區或什麼 他的整個這個社會關係 是會去緩解掉一部分 這種壓力的 所以 這個是 所以這個大概 我只能這樣說 那 至於有一些很具體的 這一些 這一些問題 可能 因為我也沒辦法 沒有了解 那這個可能就沒辦法給 這個問題 那 我覺得社會的 社區的參與 然後自己的 這個社會關係的這些位置 這是一種壓力 跟我 每天面對 都要每個禮拜 都要煩說 糟糕我下個禮拜 這房租怎麼繳 我覺得那個大概 還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 第一個就是說 有沒有 你說他是不是 我覺得那是程度的問題 就是我們在 比如說當然 然後 然後第二天就有些 客戶來他的壓力 非常非常大 然後我們也走偶爾會看到 有一些經理的人 他們健康很可能找到 這個是有 但我們只能說 平均來說 你的社會地位 跟你面對的壓力的程度 是相關的 但社會科學 只能做到這樣 就是說 一定是所有的案例 都本來是百合 當然不一定 那你說 有一些 我接付這個組織的成敗 然後我就壓力很大 美國總統 我通常壓力也蠻大 你說美國總統 大概 大概卸政的時候頭髮都 就是說這個 你如果看烏法馬里斯 就是說大概都 這個會變很多 那個 都其實會 大家有時候這種壓力 但是 平均來說 我們財政是平均而已 社會上平均而已 那當然不是去涵蓋哪一個個體 那我覺得大家也可以設想 我曾經有時候通識 會讓同學做一個 社會學做一個實驗 大部分大學生去國立大學 很少 家裡是平銅線的 所以我就給大家一個 平銅線的薪水 你去研究看一個禮拜怎麼活 那其實那個壓力 其實是 有點像是鋪天蓋地的 就是說 你可能 你光應付你的生活所需 你就要花很大力氣去 去還 然後你如果還有借款 大家知道 我們今天所得最低的百分之二十 這個程式 儲蓄是零 甚至是付儲蓄 所以讓你想說 我沒有任何存款 我這個月沒有收入 我就斷了 這個是台灣現在收入 大概最低百分之二十的人的情況 那這個壓力 這是整個階段 都會有這個壓力 那我們剛剛談有很多 我同意絕對有非常多的例外 有很多不同人 不同情況下有壓力 我剛剛也談到 有時候你失去親人什麼 你也會覺得壓力 但是我們只能說 是平均來說 它還是有一點差距 那我們剛才講 還有就是說 剛才比如說 有人要談多張公司 你如果是專業階級 我舉例你這個律師 你的壓力很大 但是也許你感到是可以休息的 平均來說 你可以自己支配自己工作 我可以後面再把它 pick up 起來 我今天少做一點 我今天多做一點 我很多情況下我可以 我不記得所有人都是 但是平均來說是這樣 所以你剛剛講的 我這樣同意 我同意壓力這個主要來源 那是不是社經地位 百分之百會投射到壓力 不是 但是平均上來說 是這個樣子 我們講的是大規模人口的現象 那你可能說國際比較 大概 其實在美國也是 就是說 國際比較上 大概最比較糟就是美國 美國當然因為它的 它的那個比較 它整個各種保險體制 這些都是比較大 另外一個 跟剛剛那個問題也有關的 就是說 我們如果從跨社會比較來看 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你可以幫我到那個 PVP裡面有一個 你可以幫我到 到 往上往上 有一個那個 Status symbol 那個 WHO的那個 對 麥克風嗎 那個在前面 可以幫我看前面 在講那個時候 麥克風嗎 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台灣去年我們委託了 這個 麥克風嗎 我寫了台灣的健康不平等報告書 那為什麼是委託一個外國人寫呢 我 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無法理解 不過他是一個重要的人 就是 過去是那個 WHO的 Commission of Social and Terminal of Health 的 Chairman 所以是一個重要的人士 但是我們的報告書 是委託給 給他來寫 那我並不認為 他符合了 立宣剛剛講的一個重要的議題 就是 邁路化 也就是說 他的報告書裡面 沒有辦法 把台灣特殊的一個脈絡的部分 好好的呈現出來 我覺得這不是很特殊的 我講一下他的一個論點 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是 一個社會內不同階層 那另外如果你用跨社會看平均的 跨社會看每個社會的平均的時候 他發現一個事情 這個其實在很多經驗上 現在也看到類似的現象 就是說呢 當你這個社會是很強要競爭的時候 其實你很健康很均 但他的有一個基準 就是水星地圖這樣一件 當然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這發展 這個發展當然是有差 所以你當你這個股東 所以包括 就像我一樣講 如果你今天你是所謂高地位的 他也每天擔心自己會掉下來 然後低地位的這種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是 就是我們會靠兩個 一個是社會內平均來說 他的地位高低是有差別的 另外一個是 社會間他的健康 也會跟這個社會的不平等程度有關 就這個社會越不平等 整體來說越不平等 即使是高地位的 跟社會平等程度比較低的 但這個是有辯論的 我要講的是 這個是在辯論中的意義 有很多不同的證據 但是有一個是這樣主張 就是說你這個社會 當你是很不平等 所以你變得非常競爭的時候 這些競爭其實是會影響 常常會影響整體的平均健康 所以我們會有兩層 這樣大家知道我意思嗎 一層是一個社會內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關係 另外一層是不同社會間 那當最強調競爭 像英國美國 比較不強調競爭 強調互助的 我們通常會談北歐 那他們的即使是高階層的人健康 還是有一個落差 還是會有一個平均上的落差 當然這個是一個在辯論中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我必須負責講 就是說有很多證據支持這個說法 又有證據不支持這個說法 但是這個是現在很重要的一個看法 就像這個Status 它講的不只是低地位的問題 它講的是也包括一個社會整體而言 當你很強調競爭 你這個社會不是去強調一些互助或社會安全 當然我們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 是一定會競爭的 但是你會有這個影響 所以這個是我當然沒有特別談 因為我們不要在個體的角度談 因為我們從群體之間的比較 是有這樣的一個看法 可以一些證據支持這樣子的看法 所以說國際比較 我覺得現在當然 尤其在健康這一塊 這個在哪裡當然都同意 就是美國是狀況最大的 那不只是它國內不平等最高 也包括它同樣中產階級 它可能它面臨的壓力跟健康問題 也遠比其他歐洲國家來的嚴重 所以歐洲國家特別北歐 是相對上這些指標上 都平均上比較好的 那美國其實是即使包括 就它高地位的比利利位的健康 但是它們整體的說還是不一樣 所以這當然很弔詭啦 就是說我們有這種強調競爭 那我再不完全去反對這些競爭 不過當整個社會都只崇尚競爭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一些健康上落的 但是它的證據 我覺得我這個當然必須講究說 學術當然是講究各種證據的可靠性 所以有一些證據 但是具體的機制啊什麼這些 可能都還要在國外上檢證 那這當然也是目前變得最深的議題之一 大概是這樣 那最後講究如何縮小 我覺得其實我這裡面要談的一個就是說 蠻重要的 但就算我沒有健保 但它可以解決 這解決在一部分 你看起來不是接近的問題 那我當然同意可以相對一些醫療 也會有一些幫助 但是就是說 比如說我沒看到台灣的實證也就不敢講 我們今天再講比如說一些基本的社會安全網 他對我們的整體健康法改善 這可能會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我沒有實證上的答案 如果照我們這個推論下來應該是有 那台灣的重大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還需要研究 我覺得可以研究的議題很多 如果在座有研究生的話 這個是一個很值得鼓勵大家去研究的題目 我們台灣的進展 大概就像有人講的 就是說我們大概 常常會有一些國際的學者 都會去看台灣的案例 有一些原因 在資料上的原因 就是說我們全民健保是 幾乎是全球很少數 我不知道是唯一的很少數 它是涵蓋整個人口的一套保險機器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很難得的 涵蓋整個人口的一套保險資料 那這一點上來說 就非常多選擇在基於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是很罕見的 很罕見的東西 那當然它到底改善 我覺得這個是實證 我們當然從這個角度推論下來 是會有幫助 但是實證上 我覺得對比來說 還是需要更多將來的各種研究 那當然拉回來講說如何縮小 但一個大概就是我們回到社會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從一個知識的角度看 我們台灣對於這一塊的研究還是太少 比如說我們的醫療的研究 應該算是相當發達的 可是我們對於這些社會因素 對於健康的研究 我們有很好的資料 然後 可是不是那麼充分 這是比較可惜的原因 那醫學界 我沒有特別跟醫學界的人 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意思到 因為在國外的醫學 不管醫學教育 或者是醫學的口子 都買越來越重視這一塊 那台灣有沒有這個我就不敢講 那當然很多問題是需要去瞭解 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 我覺得根本有一次 我們問題不是那麼瞭解 比如說我們的區域的落差 比如高雄為什麼 通常就是說 你若問大家都會嘗試性的答案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很完整的證據 高雄空氣差 北高雄都是重工業 這是原因嗎 不要問 這可能需要很多研究 這個我們可以猜 那有時候想一想 那比如台東 台東為什麼壽命 台東沒有紅葉啊 台東的 台東是就是說好山好水嘛 那台東的 為什麼他的壽命 會比台北少這麼多 我們需要很多研究 就是說我們現在做的不夠 那資源投入都不夠 那知道這些具體的因素 那如果可以證實 我們跟大家講這些東西 那當然就是你怎麼去 帶一些社區系統 帶一些這個去改變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也蠻重要 因為我剛推論的這些東西是正確的話 就是如何縮小 那我覺得除了 我們現在很重視醫療院所的投資 然後我們的醫療院所的投資非常厲害 那可是有一些像社區的 我們講說這些社會關係的 社區的這些其實 當然它不一定是說 你要從我們健康的預算來 但是這部分 或是整體的一些思考 我覺得說不只我們的健康行為 或者是各種社區的支持 這些系統能不能建立 我們現在其實是 過去的仰賴家庭嘛 但是我們也知道 我們的社會變遷 比如我們過去很少 比較少看到社會福利 大概有一些原因 比如說我們的 我們是基本上家庭 是在過去的一些社會功能蠻重要的 那現在未來家庭是不是 對我們看到家庭已經在改變了 未來是不是需要新的機制 這可能是未來 我覺得不只是什麼縮小的問題 或者未來會被擴大 那這個是現在需要去思考 比如說我們固定 我們過去很多社區 沒有固定的問題 他雖然可能固定 設定地位固定好 我曾經訪談過一個地方 然後比如說那個里長 我帶學生去 然後學生問里長說 這裡有沒有那個孤單老人的問題 那個里長想一想 那個是高雄在經濟上比較弱社區 他說我們這裡各種問題都有 但是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到那個鄉下 有時候有一些老社區 他就是大家互相串的 他說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些老人之間很少孤立 因為他們都認識 這樣 那當然可能有一些環境 我覺得從經驗上開始 可是未來是不是還是這樣 我們很多地方拆掉 蓋大樓之後 人就關進公寓 我們知道很多老人家 其實關進公寓之後 他的健康都出問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但我沒經驗證據 很多時候會有種說法 那我們現在居住的形態改變 我們生活的形態改變 那我覺得比較需要去在意的是說 我們對相對應的這些社區靈禮關係的改變 那有沒有一些替代 我們過去講沒問題的會不會有問題 那過去不好的現在會不會更糟 那這個可能是我從正的角度上來看 好 來 我們再一輪 一位 好 兩位 好 就最後這兩位 兩位老師好 看起來這個議題還蠻多可以討論的部分 然後謝謝老師 沉浸了很多迷思 我有個好奇是一開始 就是那個我們的平均年齡 其實我們的台灣平均年齡算長壽 可是我們也是相對高公時 然後全民健保 他是一個讓大家算自標 不太自標的方法 然後我想說像這樣子的一個 算一個循環好了 比如說我們高公時 假設 我們假設這個命是高公時 然後我的壓力大 然後我需要看病 然後我用全健保 然後我又治標了 然後我又再去看病 那請問這個公共預算 公共預算有沒有它的傷險 就是我們一定要在這個循環裡面一直做嗎 還是我們把這個預算拿去做別的 別的後面的根本 比如說壓力的來源 比如說設定長工時 就是把它挪移掉 然後如果社會性的 這些後面的社會壓力 或是後面的社會的因素 可以來 可以讓 可以去cover這些的話 是不是要放那麼大的 要放那麼大的預算 在確保健康上 可以 好 謝謝 社經地位越低的人 他們的健康狀態越不好 或者是說壽命越短 那要怎麼去解釋說 女性的平均壽命 一直都高於男性這件事情 尤其是在健康不平等裡面 性別又是一個問題 一個議題的話 那為什麼 難道你要說 女性的社經地位 比男性高嗎 還是說 我們社經地位的測量 是怎麼來的 裡面是不是有一些 什麼問題 什麼狀況 就這兩個問題 我這樣說就是說 第一個是 要承聽健康讀 是只有社會因素 沒有那麼強的生存 所以我們長期來看 比如說營養的改善 醫療界 這一定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 我要講二十世紀以來 全世界的人 除了只要沒戰爭 我們的壽命都一直改善 那醫療 當然 很多人只會想醫療 醫療是一部分 醫療的改善絕對有幫助 但是 很大一部分像營養 公共衛生 這些 因為我們知道過去的壽命 我們很多的改善 是來自於很小年齡的 或者一些傳染病 這些的消失 我們可能在 我們台灣其實在195幾年 都還有瘧疾 所以這些當然都是 然後長遠來說是一直增加 但現在我們到一個 那所以 等於我學院上面 只會有一個討論 什麼時候會碰到這個 天花島 我們也不曉得 去年是 台灣有為降 所以會不會到底 所以當然我們要講說 一個就是說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不平等是一個問題 但是它不是影響健康的唯一因素 我們長期來說 我們的壽命是越來越長 我們長期來講 是越來越健康 這些不管科技的 或者一些基本系統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去否認的 我們要講到不平等 健康不平等會 跟社會不平等 是有關的 是有很強的觀念 可是整體的這個改善 那這個改善當然 我們要回來就是說 這個改善來自哪裡 一部分是科技 一部分來說就是在 其實很大一部分 我們有人去研究 大概19世紀18世紀 英國的壽命的改善 整個公共衛生 和營養的一些基本的改善 其實影響最大 反而疾病的 這治療的技術來說 影響會比 不能說沒有 但是會比大家想的 就是說 預測來的小 我們講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說很多的疾病 其實你可能 你現在醫治 你可能過兩年代 可能又會有別的狀況 這個是很常發生的 所以這個當然其實澄清 那所以你說健保資源 這個 這個其實 這個絕對是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要放那麼多 在後面的醫療 這個大概全世界 也都在談這個 你如果要談這問題 你如果要做得好 做得不好 那像美國來說 他們現在也在談 所謂preventive的醫療 我們大概知道 你送進醫院 是最後的狀況 那前面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 所以說你說是不是 是那麼直接 對應健保資源 我其實比較保留 確實社會資源的配置上 比如說我們 我們對社區的投資非常少 可是我們知道 社區的 是避免非常多 健康的一些問題的很重要的分別 所以那這個投資可能會是很有效益的 所以這方面來說 是會不會減少 這個是可以去注意的 那有一些有趣的數字 當然我不知道 我還沒有看到它的關聯 比如說我們的意外 我們的重大意外 其實從1995年到現在 簡直挺好的 百分之七十幾 那這個原因是什麼 不曉得 那這個當然有很多的 有人說跟戴安全帽 什麼事 有很多的管 但你可以看就是說 所以我一直只要舉例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有可能 去降低這些送進醫院的 我們有很多的 很多的 就是說醫療 醫療做再好 都是後端的 那前端 所以我同意這個說法 那這當然需要很多的研究 跟整個思考吧 就是說不只所謂的 預防性醫療 不只是醫療 就是說我們在前面的 這樣的過程 那我們也不可能期待 這時候沒有人生病 這是不切實際的 那一定會很多人 都需要治療的經歷 但是我們不能把健康這件事 全部壓在治療上 這個我是同意的 然後 剛剛有人提到性別 這個問題其實是 女性壯命比男性長 這個其實很多說法 那有人說是 但基本上 我的看法是 它是有生理的 很根本的原因 那原因我們不是那麼清楚 但是是有一些證據 所以我們通常在比較的時候 男女會分開 那你說是不是 你覺得這個當然不是說 男女 女性就比男性那個 而是說生理上女性就比較常受 我舉一個例子 最近有一個研究 大概在 所以大家一直想去找原因 或說證明到底有沒有生理上的因素 那有一個很有趣的研究 它是前兩年我們聽了一個 大概現在有一些結果 它是在美國猶豚中的一個區域的研究 那個區域呢 那常常有乾旱 那在沒有選擇性墮胎 選擇性的技術出現非常晚 所以那是在19世紀 是沒有那種這些技術 那他們就去看那個模式 他們就發現說 乾旱的時間點上 出生的男女比會非常偏向女性 男性是從在娘胎開始就比較容易流產 這個是大概統計上我們現在知道的 所以我們大概去 所以它一定有一些生理上的 我只想健康一定有生理上 基因上 這個絕對都不用去 這個絕對都不能否認也不需要 所以你講到性別 這個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說女性一生都比 女性活得比男性久 可是女性一生大概都比男性多生病 這個是我們現在知道的事情 那這個大概一部分是生理的 我覺得是有 我們現在有一些證據 比如說 我們大概很難說在娘胎的時候 有什麼社會建構的過程 我以前根本不曉得性別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現在會有一些證據 是有這個發現 就是說 男嬰是比較脆弱的 男嬰在比較脆弱 那這個一定有生理的基礎 所以是這樣 那另外當然也有 就是行為基礎 你們會後面後天去看 這個也有 就是男性比較容易做一些危險的事情 對健康比較獨立的事情 你如果去看像犯罪 或者像吸煙或什麼 當然這有沒有文化因素 這個那麼多可以談 但我這裡要講 就是平均而言 男性比較容易會去做 會讓自己掛掉的蠢子 那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 文化上 社會行為上有這一塊 那但是這一塊 因為男嬰的還很多差很大 所以他後面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樣的生理基礎 我覺得我們社會學 我的立場是我穿過去 認為所有東西都是社會 這一種生理上的基礎 所以當時問性別 這個很好 就是說我覺得有很多議題 可以去談 比如說 是不是 我們在受命的 這個很基本的這個問題上 他確實有一些生理上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證據 生理上的常理 那但是我覺得 是可以去追究的問題 其實是女性通常很容易 比較不健康 那這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我們剛剛講就會存在 就會存在 比如說女性的壓力是比較大 他有一種歧視的壓力或者是 女性比較容易生病 那這一些到底有沒有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也有沒辦法答案 那還有就是說我們的資源配置上 醫學研究的配置上 那是不是比較偏重男性的疾病 這個也很多人看 那我覺得也有他的合理性 也有非常多這些合理性 那所以大概整個簡單這樣回答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大概現在對很多 我們再大家回來講一點 就是說我們對於基因跟社會因素的影響 大概1980年當時是 大概一面倒 至少在這個人口學、社會學裡面 會認為是社會因素 到了90年代之後 開始基因研究很多大突破 就很多研究開始 當你基因是有關的嗎 那我們現在大概有一個比較中和的觀點 那不只是 因為我也不太懂的epigenetics的關係 那我們現在會有比較中和的觀點 就其實都有觀點 他其實絕對是都有觀點 很多基因是要誘發的 而那個誘發當然跟社會環境是有關的 那我們其實可以做很多跨社會語教 也可以看得出 如果我們理論上 某一些基因的分布是在族群裡面是均等的話 可是你會發現結果不太一樣 結果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當然很多爭辯啦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因為醫學本身就已經很複雜 那我們在這上面大概就找到一些因素 所以大概成這樣 可能就是說其實一定有 大家講的科技的、衛生的、醫療的 都會改善整體的 所以我想20世紀 我們很重要的是 我們開始把所有人健康當能力 你如果到18、19世紀 如果大家讀過馬爾薩斯的人口課 馬爾薩斯他就覺得 那個窮人容易 就是說窮人容易 而且他那個講說人口就調節 你去干預是不行的 就是說你有饑荒你窮人就會餓死這個 但我只能簡化的方式講 但是他會用這個說法 但我們現在不認為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對整 但全世界所有的社會 沒有一個社會會 會接受這個事情 現在來講 所以我們會投注非常多的公共衛生 尤其是小孩 對我們有投注 然後各種國內的國際的資源 這些都是改善長期的 所以當然有人問說這怎麼改善 其實這些作為都會改善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長期改善的歷史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雖然我們有很多的批評 但是這也是一個人類 大概近代史上 我覺得一個相當成功的事情 有一本書 Deton寫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藝人財富大逃亡 他寫大逃亡 Gray Escape 他其實那個題目 他翻的題目 跟他內容是沒有關係 跟財富逃走是沒有關係 他講的就是說 我們過去的是在一個陷阱 我們是健康的死亡 然後很早就很容易死亡 他覺得我們人類其實 其實在經過的很長的 不只是科技上 很多社會經濟上的努力 已經擺脫這件事 我們今天大概可以預期 我們今天在座各位都可以預期自己 平均來講 可以預期自己活到六七十 這個其實在某個 其實三四十年前都見得是大 他會不會預期 這當然有很多 很常的改善 我們教人好常會問大家一問 大家覺得以前的人三代通常 對不對 可是以前的人三代通常 比例不見得很高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是活不到看到他孫子 就是說平均來講 很多人可以活到看到孫子 其實已經是大概1950年 60年之後的事情 如果去看19 比如說我記得一個時間點 我剛才記得那個距離時間點 在那個之前大概有一半以上 我們已經看不到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有很多改善 這些其實都是事實 只是說在這個之上 我們還是有一些社會的因素 可以去關注 這個大概我的立場是這個樣子 性別那個是個極大的問題 有興趣你可以專研一輩子 這個已經講了 這個問題大概在人口學 也講了大概幾十年 我們大概有一些新證據 但不見得有些人能確定答案 好 我們再次的謝謝立先 不過 有一個問題 包括像健保 剛剛很多人關心健保這樣的議題 那 說實在 大家知道健保是什麼時候開辦的嗎? 1995年 不錯喔 你是相關科技的 1995年以前 台灣有多少人是沒有健保的 大家知道嗎? 1995年切點 一個時間點 1995年以前 有多少 有老保 有工保 有軍保的 都有健保 都有健保 因為老保有健保 含健保 那軍公教保險也有健保 而且眷屬保險 所以 1995年這條線切下去 3月14號切下去 有多少台灣人是完全處在一個沒有健保的狀態? 答案 答案接下 42.7% 對於將近一半的人 他是處在一個因平而平的高度風險裡面 而這群人是勞工的子弟、勞工的家庭 為什麼? 因為軍公教保險有眷屬保險 老保沒有眷屬保險 所以 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 大概八明黨都在演說 家裡有一個人要上手 救護車要去本校 家裡有一個人要上手術台 要繳保證金 假設這個手術兩百萬 最起碼繳個百是十 二十萬 有沒有 趕快 家人就在手術台 要不要解決 要不要開嗎? 刀要不要開下去? 所以 健保之所以偉大 他解決了這個問題 就是消靡 某種程度上消靡了階級 在你接近健康之遠的一個不對等 不平等的囚禁 所以我跟我跟醫生 以健保的有序經營為己 很好 為什麼? 因為我想在座各位跟我一樣 比郭台銘更怕沒有健保 應該是這樣子 他不怕沒有健保 我們怕不怕? 我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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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用幾秒鐘做一個結論 就是我們用所得五等分 也就是說這跟健保有關 所得的五等分 最高所得分群跟最低所得的那一群 幾年前我開一個書誌講說 你每所繳的一塊錢的健保費 跟你所獲得健保的給付的比例 最低所得的那一群大概是兩百多倍 兩百年四十幾倍 最高所得的那個區位呢 有沒有很長? 沒有 你所繳的一塊錢的健保費 你獲得是一百多塊的健保的給付 所以健保它對於消米階級 或某種程度上 今天的利益裡面 社會階層的 社會因素而所導致的可能不健康 它是有顯著的效果跟重分配的 這樣的意義的 所以我想也許我們可以花更多時間 因為我這一生跟健保有不解之眼 我在做健保支援的分配的建築 然後我也希望健保的支援分配得更公平一點 當然今天關係就是包括說 真的不只是社會的決定因素而已 有很多的因素是決定有健康 包括壓力 包括我們所說的 現在台灣的勞工主在三窮決定的狀態之下 哪三窮? 窮忙、窮苦、窮累 隨時被放無薪假的那一種心情的壓力 是無法理解的 窮忙大家都理解 我很忙但是我很窮 但是窮苦呢 是我有工作但是我所得不足 我無法致意我買不起房子 我無法正常的生活 我無法去追求我認為更好的生活 窮累呢 我隨時被放無薪假 我隨時可能面對失業 我不穩定就業 而這些因素它可能會集起來 它可能會造成更大的一種壓力 造成最終不健康 所以今天謝謝大家來參與 那也請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本事業 健康人權行動協會的本事業 比如說本事業請按個讚 那你就會比較常看到我們所辦的一個活動 那也預告一下 3月25號是有一場 是講所關人體實驗跟不平等的因素 4月29號是講經濟發展以不平等 5月27號我們是要分析一個議題 自由貿易怎麼使你不健康 自由貿易跟健康的關係 所以請大家可以在我們臉書的本事業按讚 你就可以得到我們的訊息 以上謝謝